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从2008年的钢铁人开始 漫威影业每年总是会推出一两部超级英雄电影 这间电影的特色就是故事当中的人事物都互相关联 十年来漫威打造了一个充满超级英雄的电影宇宙 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流行文化 成为继魔界 哈利波特等电影之后的一个新的系列 电影当中的角色与故事 一年年的陪着观众一起生活 一起成长 互捧影伴去看漫威电影 与其说是敢流行 更像是一种仪式 漫威电影所代表的意义 早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好坏 成为一种生活里头不可或缺的存在了 而这些年来 漫威影业制作电影的手法也见居成熟 从早年结合情境喜剧与冒险电影的制作方针 慢慢地混入许多类型电影的成分 到了《美国队长2》《酷寒战士》 已经是一部相当不错的谍报动作电影了 而《酷寒战士》的导演罗素兄弟 接着又指导了《美国队长3》《英雄内战》 这两部作品展现了与其他漫威电影截然不同的风格 故事的剧情面变得相当吃重 也严肃许多 即使电影当中仍旧拥有喜剧桥段 却都不至于被笑掉模糊掉故事的焦点 到了2018年 《酷寒兄弟》与漫威影业 又交出了《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 这部电影被拍成了一部角色众多 情节曲折 故事又相当黑暗的史诗 可是跟一般史诗电影不同的是 《无限之战》的故事节奏一点都不托你带水 拜之前数十部电影的耕耘所赐 编剧已经不需要再花多余的时间介绍主角与经营他们的个性 大部分的人物与个性都已经无需赘述 顶多就是花了几分钟 来介绍一下《匪红女巫》与幻世的感情 加强一下星爵与葛摩拉之间的爱情 毕竟他们在前两集《星际异攻队》当中都没有什么时间谈恋爱 然后再建立一下东尼史塔克与奇异博士 星爵之间的关系 以及索尔与火箭晚雄 格鲁特的三人星组合 但是也都不需要花掉太多时间 因为大部分的观众都太熟悉这些角色的个性 因此在东尼这边 只要像过去的《复仇者联盟》那样吵吵嘴就好 而索尔这边则深沉了点 大部分的时刻 都是在展现索尔的帅气强壮与潇洒 还有一点失去家园亲友的伤感 当然 在这些星途和引发的幽默冲突之外 擅长调度打斗戏的罗素兄弟 在《无限之战》里置入了许多娱乐性极高的动作场面 钢铁人的科技武装又升上了另一个层次 已经变成了奈米科技装甲 美国队长出场的桥段超级帅气 蜘蛛人终于穿上了东尼给他的新衣服 索尔又多了好几个展现他雄剑体魄的画面 奇异博士的秘书更是眼花缭乱又极尽华丽 甚至连黑寡妇 匪红女巫 奥科耶三个人 还合力演出了一场女力智商 魅力四舍的打斗 但是 除了上述这些幽默对话与精彩的打斗之外 《无限之战》 还有极大的一部分 是相当认真严肃的 编导花了相当多的心力 去阐述萨诺斯的形势动机 起初 我在观影之前 相当有担心这位从第一部复仇者联盟 就开始介绍了隐藏大反派 会成为刻画扁平 只剩下强大能力的坏蛋 但是出乎意料的 萨诺斯在《无限之战》的对话戏与内心戏极多 而且这个角色坚持破坏与毁灭的价值观 虽然无情 但是却难以反驳 到了电影中段 全片的故事 竟然陷入了绝对公平的管制与牺牲 与不能以命换命两个价值观的拉扯 这也让《无限之战》的故事 变得相当复杂 而且越到尾声 剧情就越发黑暗 是不是有点耳熟啊 没错 罗素兄弟的电影好像就爱这一位 不管是酷寒战士 还是英雄内战 他们总是在阐述相似的议题 过去在两部电影 他们偏好让药角 站在不同的立场互相争执拉扯 这一次的《无限之战》 则是认真的经营萨诺斯 让他成为一个让观众很难讨厌的药角 在跟复仇者联盟的英雄们 做价值观的较劲 过去在前两部电影 角色真实的情况 都没有闹得过于严重 但是这一次 《无限之战》却是完真的 在《无限之战》上映之前 由于一线演员与漫威的片约 只将戒满 舆论一直不断地猜测 这一次的故事 是否会有重要角色退场 而看完电影之后 我实在不得不佩服 漫威影业对情报操作的技巧 这一次的故事的确会有伤亡 而且身为最黑暗的一部 复仇者联盟电影 剧情的进展 超乎大多数观众的想象 漫威影业 精心花了十年魔剑 而这一把剑 将被深深刺进粉丝的心房中 而且他们在刺完之后 头也不回了 就拉下了黑幕 但是故事才正要开始了 想看下文吗 我们还有一年要等待你 哦对了 这部电影有一个隐藏片尾 隐藏片尾在名单 全部跑完之后才会出现 虽然这会让观众们 超想上厕所 但是我敢打赌 大部分的观众 应该宁可憋着 也会想要看这一段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